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读一个中国预言,植木和曲木。 植木和曲木 国王问,马棚里哪件事最难? 管众说,造马牌最难。 先用了弯曲的木头,后面也要用弯曲的木头。 直的木头就没用了。 先用了直的木头,后面也要用直的木头。 弯曲的木头就没用了。 马棚 养马的棚子 马牌 公马站立的木牌 这个故事来自一本叫管子的书。 管子就是管仲 他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。 植木代表政治的人 曲木代表不政治的人 管仲希望国王能任用政治的人 不用不政治的人。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植木和曲木 国王问,马棚里哪件事最难? 管仲说,造马牌最难。 先用了弯曲的木头,后面也要用弯曲的木头。 直的木头就没用了。 先用了直的木头,后面也要用直的木头。 弯曲的木头就没用了。